高雄市阿联区新成立一座全台唯一 专门处理大型机场排泄物的再生绿能场 可以在一天之内同时处理80吨的积粪 还有160吨的污水 并且将这些废弃物转化成为沼气进行发电 一天的发电量高达了16800度 高雄市阿联区有一家氮鸡牧场 养了50万只氮鸡 20万只小鸡 一天70万只鸡的排泄物 一直是业者最烦恼的问题 过去只能靠回收业者处理 不过今天早上 这家牧场的再生绿能场正式启用 从此以后鸡粪不再是负担 那鸡粪它其实早期很重 那会去破坏我的温室 所以我们在下面也有一个输送带 主要的输送带 它会把鸡粪全部集中 进入我们今天的绿能场 鸡粪透过输送带 从氧机场内送到浴瓣池 接着依序进入除沙和脱流程序 然后再输送到场内 最高大的两座燕氧罐 便可以将鸡粪转化为沼气 进而进行发电工作 一天之内最多可以处理80吨鸡粪 160吨污水 日发电量高达16800度 目前这两台发电器都在运转 它会显示到发电的电压电流 还有一些功率 然后目前的话 我们总输出的话会有563k瓦 那我们厂内的话就使用400k瓦 那剩下的会有163k瓦 是卖给台电 这座再生绿能厂花了3.5亿资金 历经两年时间建造 虽然对氮基木厂来说 是一大笔成本 但是长远来看 这套再生绿能的设备 不只解决了环保问题 也成为牧场的另一种金基母 记者李慧 孟昭全 高雄报道